欧洲国家立陶宛日前宣布 捐赠2万剂AZ疫苗给台湾 立陶宛外长还说 热爱自由的人民要互相照顾 作家张静人28号透露 他收到立陶宛高风险怀孕中心的来信 对方表示一下收到87笔捐款 本来以为是过去几个月的捐款同时到来 仔细一看才发现全部都来自台湾 还有人附上讯息 来自台湾的爱 来自台湾的感谢 台湾爱立陶宛 让他相当震惊 而且捐款还在持续进来 中心人员写道 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 希望我们国家的疫苗 能协助你们救下宝贵的生命 你们的捐款也会拯救立陶宛的生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